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可变长参数 咱们上一期讲了参数的默认值 今天咱们讲讲可变长参数 好 看一下咱们的知识点 就一个 定义函数时 可以将参数指定为可变长的数组 该怎么做呢 看例子 其实其他语言中已经有这种高级特性了 ES6已经给咱加上 咱们看 比如说咱们要做一个求和的函数 这个求和函数 传进来的参数 咱们不知道多少个 反正就是说 它把传进来的所有的数值 进行一个求和 就是咱们求和的函数 那么咱们该怎么写呢 既然你是不定长 咱们就这么写 加三个点 然后写这个参数名 Argular 对吧 然后我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这个是咱们要返回的结果 Result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因为咱们传进来是一个可变长数组 不知道是几个 所以说咱认为 这个Argular是个数组 那么用数组的forEach方法 去循环每一个值 然后把这个值 递加到咱们的Result里面去 这样完成传进来的 所有的数值的求和的操作 最后返回这个Result 这个函数非常的简单 有朋友说我看不懂 没关系 它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 大家请看 叫做这个箭头函数 它就是说 我forEach方法该怎么写 forEach方法里面 会循环每一个数组的内容 然后每个数的内容该怎么循环 这个大括号里面 进行循环 进行处理 然后这个箭头函数就说明 这个箭头函数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个地方 是这个大括号里面的参数 这个Value 这个大括号里面的参数 这个地方相当于怎么写 相当于这样写 我给您再做一个变换的写法 相当于这个地方写function 然后参数是Value 然后这个地方不要 相当于这么写 这样写您一看就明白吧 对吧 我呢是传进来一个汇调函数 里面只有一个参数 然后这下面是参数处理 但因为咱们在这个ES6里面 加上去箭头函数 所以说箭头函数写起来 就更加的简单 对吧 所以说我推荐您这样写 看起来更加的舒服 好 咱们定义完求和函数之后 该怎么做呢 请看 我输出 首先说我对123求和 没问题吧 接下来我对1到10进行求和 也没问题 马上运行 看看实际效果 看看是不是还真的求和 这样就完成了参数的可变长 看啊 哎 这种下这个不要考 好 马上运行 看一下结果 node test 那请看 第一个6是吧 说明是123的求和 没问题吧 第二个55 咱们大家都知道 从1加到10的结果是55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数是55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10变成 9 咱们倒9 1加9是多少 1加到9是多少 45吗 对吧 所以说下面这是45 没问题吧 哎 这就完成了咱们求和的函数 非常简单 这个地方呢 定义可变长的参数 然后呢 把它作为一个数组 去循环每个数组 去到某一个值 然后呢 进行一些处理 这是咱们的这个可变长参数的写法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所有的内容 您可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用户呢 顾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